我就說口誤就口誤 也沒什麼好特別酸 特別故意來罵的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秉持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蘇院長好像很喜歡跟人家抬槓 我覺得他不但喜歡口誤 而且在立法院當中 抬槓是出了名的 那現在又找在野黨主席抬槓 我看還是好好把正式做好最重要 把正式做好最重要 民眾關係的事情做好最重要 今天看起來不管是柯市長也好 是很多的好朋友也好 我們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大家要一起來 讓民進黨的雙標黨的面目 呈現在國人的眼前 讓蘇院長或者蔡總統 前後不對盤的一些 不對盤的一些講法 讓民眾能夠看清楚 大家想一想 到底當時民進黨 對萊劑或萊牛他的態度 到今天萊豬的態度 以及對台灣本土萊豬的態度 民進黨一定要講清楚 是不是可以讓台灣豬變成萊豬 如果不行 那我們一起來反萊豬 公主要是從另一個步驟 讓民進黨的西邊 另一個福音 進黨會議 總統